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其他的效果呢 其实我不怎么用 像刚干我就没用过 这块地方呢 虽然是崩落峡谷附近的 但是它是属于伟名城镇 是一个祭祀王魂的地方吧 因为有很多墓碑还有供养塔 在这个游戏里面 我认为啊 就是供养 是祭祀的意思 祭奠一下嘛 如果说供养塔崩塌的话 那肯定就是长久无人祭拜了 那么里面的红破可能都会出来 那些供养中的意义也就是在于此吧 供养一下王者嘛 不让他们出来捣乱 好 解决掉了 这个五手掉的是刚干御灵降身 虽立有震魂之手种 但已长久无人参拜 这个地方不好找啊 要参拜还得过水路来 没人参拜感觉很孤单啊 自己就跑出来了 这里就没有什么可探的了 现在可以用归途佛像了 再去其他的水域探一探 这期是可以打出一个结局的 但是这个结局相对来说草率了一点 会少掉很多游戏的流程 但是也是一个结局嘛 因为比较容易达成 所以我就先把它做出来 现在我去的是裂缝洞窟 就是第二次见蛇 被它从桥上打下来那块 这里呢有宝里之鳞可以收集 可以捡到一个鳞片 另外还有两条宝里 就一共三个宝里之鳞 水下的敌人种类其实并不多的 像这个宝里它只会逃跑嘛 那种食人鱼呢也比较好杀 最厉害的也就是水下五首吧 可是因为我速度快啊 这个五首在水里面又不会移动 一个冲刺过去就杀掉了 这狼的剧情呢 其实跟水挺有关系的 你看我们是想要找那个原汁香气嘛 这个香气呢必须是鲜香流下来的水啊 它们孕育出来的东西发出的香 那其中一个就是芳心水莲嘛 就是狮子园在守护的那朵花 因为那边呢是崩落峡谷的水聚集的地方 所以它香气最为浓郁 再一个鲜香水的分支就是水生村 在那边的人喝了水之后 身体就会长出七素之石 那个石头也会发出香气的 还有一个是长鹰的树枝 因为现在剧情还没提到 我就先不说了 现在回下先锋寺 把胖子小太郎的剧情给推一下 他不是想要神隐吗 另外呢在先锋寺还有主线的剧情要推 是关乎结局的非常重要 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来吧我把你伤我一句 哦哦,谢谢,谢谢吧 好了,我会有点害怕 那我们去吧 头又埋下去了 来吧,来吧,去吧 我真来了啊,十级台风警告啊 走 这下呢,小太郎就不再孤单了 他回到了幻境里 因为他就是守护亲子的人嘛 现在呢,再去寺院境内 那里有一个小池塘 这个地方呢,会拿到重要道具的啊 要注意 潜下来之后呢 池塘中央非常显眼的位置啊 《永吕经得虫之章》 这个是先锋寺的先锋上人写的经文 他希望呢,能交到便若亲子的手中 里面提到了神圣的龙从他的故乡西方来 但是为什么会赐予不死虫给他呢 他就是想探寻不死的缘由 好了,现在我拿到得虫之章之后呢 就可以去找便若亲子了 以前呢,我每次来先锋寺都有个疑问 就是那满山的风车和木头娃娃代表什么 现在呢,我就有了一点猜测 先锋寺的和尚呢,会抓小孩过来 做便若亲子的试验 那那些木头娃娃呢,代表了失败的试验品 红色的风车是对他们的祭奠 白色风车只有一个 就是代表这个活着的便若亲子 把得虫之章交给他 承告 承告 如你,吧 我是否採取 怎麼回事 我是… 那些人 我還以為無法嫩 在 sites裡 我的忍庭 在你後面 他所恨的应该是 对他做实验的那些人 交给他得虫之章之后呢 再刷新一下 他就不在奥之院坐着了 他会到幻境去 小太郎也在那边嘛 正好我们去堆一下话 得虫之章是个非常重要的道具 因为他给了人更多的启示 神龙他为什么要给人不死之力呢 他为什么要从西方的故乡过来呢 这就比丹丹斩断龙印要探究的更多 这里提到了归还龙印四个字 禁意的 不bers 哦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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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幻境真的好回音 我啥也看见 这是是的 你会有请了串 marino 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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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郷を放たれ この火の元に流れ着いたもの あるべきではない場所に あるべきではないものがある 故に我らのような歪んだ命を 生み出そうとするものが 絶えぬのでしょう 竜院や竜院に連なる我らは きっと帰るべきなのです 西へ 神なる竜の故郷へと ただいかにしてたどり着くか それがまだ分かりません 定かなことを知る者は 仙法商人ならばあるいは それは誰だ この仙法寺の階層です 弱いは果たしていかほどか 体内くぐりの内にこもっています 巫女の忍びよ なんだ これは 伏し立ちとはまた異なる道 故に無理にとは申しません もし 竜院を返す道を望まれるならば 仙法商人より そのすべを聞き出していただけのでしょうか 考えておこう ミコの忍びよ もし竜院を返す道を あのお方は 他に行く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ります 先鋒寺の階層です 先鋒寺の階層です その階層です その階層です 先鋒寺の階層の階層の底下 有很多伏向がある その階層の階層の階層 実際に生きている 実際に生きている そういうのが いやいや そんなことはないですよ あの人は 目つきは確かにいいとは言えないです だけども とてもいいおひとです おい ん? おー あんたか よく来てくれたな ほら みな 忍びさんも 来てくれましたよ ああ ミコ様たち ちゃんと挨拶しなきゃ あ、 有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你们都是在演戏 在騙我 ああ そうか 忍びさんには 見えないか おちのミコたち こう そうさ 見えないけれども いるんだよ みな かわいい子たちじゃ さて あんたには 礼を言わなきゃなんねな こいつを 受け取ってくんろ 他说 大家都在 我只感觉到了 背後的良意 他給我一個太郎 是 他不是补血的 这个是回去干的 本当に本当に ありがとうな どうした ミコ様たちも ありがとうと言っている みな かわいい子たちじゃ 小太郎 小太郎呢 也就适合 这样 哄哄孩子 どうした 这是他最好的 结局了 我可以出幻境了 现在呢 去找先锋上人 据 鞭若卿子 说呢 先锋上人 知道如何 归还 隆印 我就一路 跑到 先锋上人 所在的那个 洞窟 就可以了 路过的兵 都不用理了 直接跑 大殿里面 特别安静 大家都在 上自习 谁也不理谁 除非你走到 那个人身边 他身上的蜈蚣 会攻击你 走这里啊 我们现在 走这个剧情呢 指向的是 龙之环腔 这个完美结局 那也是最麻烦的 一个结局 步骤特别繁琐 它不是斩断龙印 是归还龙印吗 如果说是 斩断龙印的话 轻子未死 那归还龙印呢 就是另外一种 不同的方式 好 就是这个台子上面啊 这个时候呢 先锋上人手里 就有一个道具了 龙归故土之章 这里面清楚地 交代了 如何是龙归故土 一个就是 让轻子 引下冰冷的龙肋 再一个就是 便若轻子 他要吃两个蛇事 好 现在我们 就去找便若轻子 在宫火旁边坐一下 小姐姐又刷新出来了 秦宫火旁边的 巫女的忍火 是否 如果您 遮宝将人 会和你 遮宝将人 死了 一旦 一旦 先锋上人 是 虫 我… 明白… 蛇牡蠣というものを二つ喰らえば 竜因の巫女を治めるゆりかごとなれる そうすれば 竜因を故郷にお返し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私が… そのゆりかご 私がなりましょう お主… 鹿と呼んだのだ もちろんです ふぅ… 私は… オチの巫女の ただ一人の生き残り 生中には死にませぬ 巫女の忍びよ 竜因を返す道を望まれるならば 二つの蛇牡蠣をお持ちください 心当たりはあるのか? おそらくは 大蛇より獲れる木もかと 牡蠣のように 赤く染まっているといいます これを早く見たら… 巫女の忍びよ 二つの蛇牡蠣を 手に入れられたのですか? ああ… 手に入れた… この赤き様… 確かに… 柿とは… よく申したものですね 誠に喰らうのか? もちろんです そうすれば我が体は… 龍因をお返しするための… 揺りかごとなりましょう ただ… あなたの前でそれをするのは… 憋られます 時を置いて… またおいでください うん… 想吃毒食是吧 想想也是 吃得满嘴血怪不好看的 休息一下 就可以看到… 庭若青子的門關了 当然可以偷聽 うん… 我也不是很懂 不管了 走吧 暫時呢 他這個門是不會打開的 小姐姐吃完柿子之後呢 從這扇門過來 會發現之前的老婆婆 生ガキ 干しガキ を食べなされたかい? あ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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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ならばよし… 神様方 どうか… どうか金をこばせでー あっち… ちゃー… 老婆婆大概是指著西方 用尽了最後一次立車啊 他死掉了 他其實是玩家的完美結局的指引人 虽然没有说得那么明白 现在船去地下监牢 尾明城之前的很多篝火 都不能再去了 需要重新开一下 先来地下监牢 是因为有一个隐藏的地点要去 是道顺的实验室 这里是要潜水潜过去的 达成了镇佐和小太郎 的完美结局之后 道顺和小范那边的任务 就没法推进了 因为他们都需要一个 强壮的男子 如果把小太郎还有镇佐 送到他们俩任意一个地方的话 结局都不是很好 我个人不太喜欢这两条直线 不过并不影响来道顺这搜刮 一路潜过来之后 就是道顺身后的监牢 这是他做实验的尸体 会捡到一个倒侧的手扎 从手扎上可以看出来 道顺呢 他是倒侧的最后一个徒弟 他现在在做这些实验啊 也是为了完成师傅的遗愿 从这个小门可以出来啊 我把你家洗劫了 你怎么也没反应啊 道顺和道顺应该是同辈的 道顺是英麻的师傅嘛 因为道顺的实验呢 实在是非人道啊 所以他的徒弟都投奔向了道顺 道顺就感觉很愤怒啊 出来之后就听到了 没有人换班的消息 这说明伟名城可能出了问题 现在带到主城来 这个兵抱着头 有一个带红斗粒的来追杀他 这种带红斗粒的就是内斧的兵 看他们打一会儿啊 打赢了的那个才有资格跟我打 这个拿双刀的兵呢 你根本不需要跟他打 就只弹他的刀就可以了 一刀不打就能把他弹起 因为他出刀比较快 有一群忍者来突袭伟名城了 因为我现在已经学会潜水了 所以我可以不从坊上走 从水底下走 还有收集可以做 到尽头来收集 这个城门楼下的水啊 里面也是有保里之林的 通过这道水道呢 就绕到了城镇的侧边 可以从侧边上去 三连沟 从这个防顶开始就会频繁地遇到这种忍者 所以说之前啊 你还是要熟悉他的打法的 要不然你看他后面的话 这就变成一种小兵的存在了 要经常去打 打完这个忍者之后呢 往上勾 先走一条收集的路线 其实捡的都是破烂啊 但是既然是全收集嘛 那就都照顾到吧 城里已经大乱了 你这个兵在包头疏窜 看看这个兵啊 你就大胆地往前走 把城门前的宫火开开 其实开不开也无所谓 继续收集 从右边走 这两个兵呢 就不用理了 因为很快就会有红帽子来收拾他们 好 上树 上防 上来以后会发现 鸟人被杀掉了 所以现在制空拳也是敌人的 我吃一个月饮糖 要不然勾到对面的话 会被三个爬上来的小斗笠发现 行动要快 不然还是会被发现 他们一种埋伏的方法 就是宫崎英高是八强法 勾到最上面 就是我第一次来这边的路线了 把这小斗笠暗杀掉 现在就可以往对面勾了 这里很多忍者就不打了 打起来很麻烦 又有人者还有狗 一路跑酷 因为路线是比较熟的嘛 你看有多少 拐弯还是勾到武士带命室去 这样就安全了 坐下火休息一下 沿路把兵清一下 第一个还是一个武士啊 但是这边中间呢 就站了一个忍者 走中间的门 把里面这个普通的兵给杀掉 不然一会他会跟我上楼 好可以把篝火开了 再往前走的仍然是精英怪 不过已经变成内斧的孤影众了 墙角还有一个小兵啊 要注意 我是把他杀掉了 你也可以选择傀儡他 让他帮你打精英怪 这个孤影众 他的手是带毒的 但是他的招数呢 跟之前的那些内斧的人 是一样的 师出同门 所以对他们的套路 都比较熟悉了 那我愧不愧累 弄小孤影无所谓 他现在出这个下段V啊 我就可以用先锋脚来对付他 如果想知道 他的具体打法的话 大家可以看我第二期 留从乌鸦羽毛出的忍者 那里我说的比较仔细 玩到这儿呢 就知道内斧的势力 就有孤影众 还有那种小斗笠 还有红帽子的忍者 小斗笠呢 等于说是一个情报兵吧 拿到了散落念珠 在窗口前面一点的位置呢 有一个NPC 但是你需要吃一个月影堂 否则呢 跟他对话的话 会被上面的兵发现 我吃糖吧 吃糖的效用要长一些 小斗笠呢 嗯 妮子様と 英雅殿のが 狙われておら お二人を 頼めるか 分かった おのしに かなみごととは まったく しゃく じゃ 現在呢 我去找一下一心 之前我也说了嘛 游戏里面的酒啊 是不够给所有的NPC喝的 所以呢 我就用了备份存档的方式 那我所有的酒都还在嘛 这里有个箱子 打开之后呢 会发现一个黑色的书卷 它里面提到了黑色不死斩 它是开启黄泉之门的刀 嗯 就是说如果你用龙印 给它献祭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通过它 来让一个人复活 屏风后面偷听一下 一心様 天狗がまた現れぬか エマは案じておりますよ エマよ はい annotation 幻内郎 氏 你若然你会出现 你再一招一招 你为了使用它 为了保护蜡亚 你能把你打开 啊 我孙孙是有意义的 但我必須使用血的苦力 刃也有幾個月 那時候天狗是死的 那些人有 赤露 好可… 仏帳面但… 何処可行不明… 啊奴は実に面白い… 一心様は… 私が目を離すとすぐにどこかへ行ってしまうのです 全く… 困ったものです オオカミトナ 来 跟老爺子聊一下 お主か… それがお主の心配顔か… ジジイはここにいろとエマがうるさい 故にこうしておるだけじゃ 酒を… ああ… 気が利くな どれ? 酔い酒じゃ! 勝ち戦の時は こうして飲んだものよ アシナ州の皆でな 国取り戦の… アシナ州… クハハハハ… 国取りか… 取られたものを取り返したまでよ それは… もともと… このアシナは… 我らアシナ州が暮らす地じゃった… 源から流れ譲る水… それを… こよなく愛する民じゃ… ん? 故に酒も… 美味い… じゃが… 我らは痛む… そして弱い民じゃった… 当然に蹂躙され… 服従を強いられた… ずっと長い年つきな… 源の水を祀ることすら許されぬ… クハハハハ… そのざまでは… 美味い酒を飲んでも 誠には酔えぬ… だが世が乱れた… ああ… 火の元の乱れが… この人死に絶えぬ戦の炎が… ひとたびは好奇となり 国取りを果たした… だが… 今は死地にある… ねぇ… クッ… 皮肉なことよ… 接着喝不要酒… 酒を… 大石の気が利くの… お? 猿酒ではないか? 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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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かぁ… 火を吹くとはこのことよ… お主、この酒の別の名を知っておるか? 知りませぬ… 知らんのか… こいつはな、修羅酒とも言う… ん… 昔、わしは… 修羅を… いや、修羅のごときものを切ったことがある… それは一体… 切り続けたものは、やがて修羅となる… 何のために切っていたか… それすら忘れ、ただ切る喜びのみに… 心をとらわれるのじゃ… お主の目にも、修羅の影があるぞ… ん… せいぜい、わしに切られぬよう… きもにめいじろ… ほっ… ほう…流線か… デカしたぞ、セキロ… 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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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たまらぬ… この流線をわしが手に入れると… かぎつけた馬鹿者どもが、飲ませろと集ってきたものじゃ… 馬鹿者ども… 酒飲みながら、十文字槍を手放さぬ馬鹿者に… 人の酒を、現実でかすめとる馬鹿者… 酒漬き片手に、作りかけの義手をいじっておる馬鹿者… それから… デカい図体で、すぐに真っ赤になる、見かけ倒しのフクロウもな… それは… おぬしの父もまた馬鹿者じゃったわ… 他最後説的這幾個人呢… 一個是… 拿十字槍的… 我估計是鬼刑部、 還有一個是蝴蝶夫人… 一個佛雕師… 還有我的義父的貓頭鷹呢… 他年輕的時候都是好朋友 是戰友… 一起參與了《偉名道國之战》的 但是… 伊辛呢… 他覺得我只是把我失去的東西拿回來啊… 不叫道國… 这俩人装死啊 看我回来了赶快就躺一下 本来想起来 一会儿要连续打几波精英怪 我把装备换一下 刚才偷听对话呢 一心就说了 要提防嫌疑狼回来 用另外一把不死斩 所以呢 嫌疑狼还是会出现的 但是要看你走哪个结局了 现在就去打精英怪啊 到武士待命室的这个中间房梁上 扒到这个位置 在落下可以暗沙拉一次 打赤鬼的话 你要用伞特别舒服 跳下来之后 先用一个一文字 之后开伞 接一个开伞攻击 再开伞 再接开伞攻击 它如果没有攻击你的话 你最多只能通一岛 之后就要开伞防御 它这种虚弱状态可以砍三岛 保持这种开伞 之后接开伞攻击的节奏 打起来就非常的舒服 好 虚弱了 一通帘 盖走 这边的吃鬼呢 猥琐打法就是 你躲到门外面去 它还打不着你啊 拿到了忍者钥匙饼 收集一下 再把门打开 这边是个捷径嘛 之前打开了 后来又锁上了 所以再开一次 外面现在可热闹了 打成一团了都 出去看一下 战斗好像结束了 打扰了打扰了 不烦你们搜刮了 直走 然后又转 把这两个小兵清一下 之后呢就可以跳到 水池里面去了 这边的水池里面有个五手 打水下五手的话就不需要神指了 用普通刀就行了 在这儿呢 甩头发了 甩头发的时候 你不要攻击 等它飘逸的发丝消失 不着急 它的这个威 其实就是水下掏心啊 先往一边躲 再绕背砍它 最多砍五刀啊 别瘫 砍完之后 马上拉开距离 等它挥刀结束之后 再砍 再砍几刀 再跑 如此循环 其实是非常好打的 因为我在水下特别灵活 如果在陆地的话 它会放雾嘛 我就没办法走快 看清楚它的前后背啊 就正好走到它面前 最后一下啦 这个是轰护御灵降深 因图谋叛乱 遭到斩首 并弃尸成豪 就是被抛到水底下来了吧 来搜刮一下 我觉得伟明这个地方啊 山清水秀挺不错的 你看这里的水呢 如果酿酒 味道就很美 连柿子都长得特别好 吃了以后 能够滋补血肉 这里呢 是三个沉重的钱袋啊 令狼相当开心的种 好了 都搜刮完了 我可以上去了 接下来呢 我要去 白蛇神社的位置 之前都是天狗在那边嘛 现在剧情推进了 它已经回到居室了 那边又有新的精英怪 先把东西都捡一下 壁虎乱入 我可以上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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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证明 这两个兵不用打了 直接跑 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打过了 前方有热闹可以看 这种场面真的是难得一见 咱们得多看一会 小兵已经落败了 我捡个便宜 现在是1V1 伟名大将对阵内服孤影仲 孤影仲走的是暗杀流 他正面对决的时候 好像用的是先锋拳法 拳脚相加 伟名大将今天是属于手类的一方 好不用说了 已经被踢下去了 很干脆就一脚 我吸完钱就走吧 前面就是白蛇神社了 这边注意 已经刷出了新的敌人啊 有三只狗 先来这边 把外面这只杀掉 虚立扔镖啊 普通镖杀不死 屋里还有两只啊 等会 这个人怎么跟过来了 我说怎么战斗音乐没停呢 你也太能跟了 先等一下 因为还有两只狗 不着急先把狗干掉 不先杀狗的话 这个锁定很烦人 没死 捕一刀 还有一只 好 来吧 既然你跟来了 我就把你送走 白蛇神社里呢 现在有一个攻影中 可以偷听 是天狗杀了吗 足以说明天狗很厉害啊 忍杀一次 忍杀 忍杀一次 忍杀完之后 马上接一文字二连 要不然他就会吃糖 这样可以打断他 之后就正常打 正好 顾影中也不练个铁的招 人人都只会这一套 那你让一个人看破了以后 你一对人不都完了 好歹想点花样 有点创新思维 对对 把这边的锅火再打开 体力可以升级了 有四个念珠了 八只念珠里面提到了 内府最信任的忍者 就是顾影中 首领织布正刚 有十七名子嗣 个个都是有秘技的 挺厉害的 但遗憾的是 他们的招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阻止 最后就灭亡了 现在再次回到 武士丹明氏 就可以去打boss了 其实也不算打boss吧 因为我是要做 凶罗结局的 是跟两个好朋友打架 先把装备调整一下 换上先锋腿 这次吃一夜叉堂 好 走 直接跑啊 这个忍者不用管 一夜叉堂呢 是一种极限打法 容不得你失误的 因为血条很少 跟打嫌疑狼 是走的一条路啊 这一夜叉堂呢 想要好 想要好 教会 看着有什么 事是 有什么事 我当地的 找到了 属于 企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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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企辱 你 我和共同 参りましょう 此凡是 巫女様的尊贊 我保護了 我只要你 我保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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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見入られたか 話すことはない 猿が良い 相すみませぬが 懐かしきこの眺めを もうしばし堪能したく 満足しましたら 帰りまする 異父居然是異父 在三年前的回憶当中 他是已经死了的 但是他忽然带着内府的人 又出現了 父親 生きておいてだったと 諮りごとよ お前こそ あの世死んだと思っておったがな ミコ様のお家からにて 死人より帰りました それよ は? 我はあの巫女の力を 流院を支柱にしようと思う ですが 分かっておる 第一のおきてにより 父が命じる 主人を捨てよ 今より あの巫女は お前の主人ではない ミコ様を捨てる そうじゃ 狼よ 私の言葉にしようと思う ミコ様を捨てよ この選手を この選手を 徒宇宙 全然 为什么反问我 是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吗 这 我的派道呢 这 这 仏装的客人 但是 道元殿的 互相互相互相 现在 互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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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し訳 你可真丢人呐 又奸诈 又阴险 还老把烂摊子留给我 你发现没有 所以现在我要对战鹰马 先吃个夜叉糖 打小姐姐的节奏就是 砍三刀 先吃个夜叉糖 我把烂摊子留下 他如果出威的话 你就直接用先锋脚 可以无脑用啊 所以还是非常简单的 又来威了 先锋脚 连招只用到挥刀上啊 不要用完 好 结束 哎呀 好好好 拿着人家的药水服务 让人家帮我升级 还让人家帮我治龙壳 后来就把人给杀了 简直啊 我真是越来越像我的义父了 所以说嘛 这就是修罗嘛 六亲不认 只知道杀人 赤裸佑 呀呀呀呀呀 这更交代不下去了 还拿着人家两本 伟名秘记 刚才还在喝酒聊天 那你 那你 我 的尊重 有没有意见 是 我 我说 不愧是不愧的 你先把修羅落在前面 剪掉 現在要對戰老年一心 還是非常帥氣的阿姨 還是仙之堂 打他以防禦為主 最多砍兩刀就要防兩次 看如果擺出這個招式的話 是個虛爪 你只能砍一刀 如果連砍的話 你肯定會被他打 他出一文字的時候 可以砍兩刀 馬上往邊上閃 之後蓄力一文字二連 他如果收刀入鞘 就是馬上要砍你一刀 之後接一個下段的V 跳起來踩 突刺 石破 好 第一階段結束了 再吃一個夜叉糖 他如果蓄力的話 就要出大招了 馬上就別動打斷 再接蓄力的一文字二連 跟他打我們的一文字 都有時間蓄力的 在第二階段 他所有的一文字 都會出現變招 他如果出一文字的抬手勢 就馬上到他背後去 之後穩穩接近 蓄力一文字二連 收刀了要出下段V 注意跳 突刺 石破 好 結束了 好 結束了 被聖之名當之無愧 又學會了一個一新的招式啊 這個是他的大招招式 但是我給他打斷了嘛 還沒用出來 好 結束 待著 你贏得了 流石是我的倖子 这些都是我手中的 芦娜も ナイフ殿下 真解气 怀你三年前的一刀 变成修罗了六亲不认 别说义父了亲爹的不认 不是 不认识 是的 我就是 那些人是死亡ではない 兵士 民草合わせて 死者数千 生き残りは 殆ど無し アシナは 戦国最悲惨な 殺戮の部隊となり その地には 後々まで 鬼が潜んだという 到此为止 我就完成了 之狼的修罗结局 之狼呢 变成了一个 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所有人 都因他而死 可以说这是最悲惨的 一个结局了 不过也是最容易 达成的一个结局 这个修罗结局呢 其实也是在情理之中吧 因为之狼 确实杀了很多人 一心呢 说他在狼的眼睛里 看到了修罗的影子 佛雕师呢 也说之狼跟自己是非常像的 修罗呢 并不是这个游戏的终点 下一期呢 我还会继续做游戏的其他结局 还有很多剧情和地点没有解锁啊 还请大家多多支持啦 我们下期再见